日前,特斯拉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埃隆·马斯克再次坚定地表示 未来的汽车将不再需要传统的后视镜 这一观点是对一张没有后视镜的汽车图片的回应 也引发了网友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马斯克曾多次公开表示支持下车后视镜的理念 他认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 传统的侧后视镜会导致续航里程减少约5% 因此他坚信 未来的汽车在自动驾驶技术乘除后 将不再需要这些传统的侧后视镜 因为自动驾驶将成为现实 今年7月1日 中国发布了新的国家标准机动车辆 间接视野装置性能和安装要求 其中明确规定电子后视镜可以替代传统后视镜 这被视为传统后视镜逐渐退出市场的标志新事件